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說 當局正研究政府部門之間借調人手安排 以便更有效追蹤緊密接觸者 許樹昌表示 當局考慮加強追蹤緊密接觸者的緊密接觸者 以及為他們進行檢測 需要增加檢測人手和提高效率 正研究向入境處和海關等借調人手 由衛生署培訓協助採養 他又提到 雖然近日本港確診數字明顯回落 但仍然要觀察長假期之後會否反彈 相信社交距離措施會再維持一段時間 但商戶營業時間暫時無需再縮短